不是用VBA程式转 是用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所以在这边设定新增规律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它变成VBA 就大概两个按钮 两个按钮其实功能很简单 按一下它就把礼拜六格式化 然后再来就还原 还原就是把它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OK 这个地方该怎么写 其实首先的话 大概原理原则说明一下 E for i 有没有 等于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的话是32 for i 等于2到32列 那另外的话呢 多一个 之前的话只有for i 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呢 我的习惯 因为这边有12栏 所以会多一个J for j 等于特别注意哦 你这边不能a到l 它不能用 不能用那个文字 它只能用数字 所以变成for j 等于多少 1到12 OK 那这样它就会帮我把一个一个的储存格 把它抓出来 做什么呢 也是要判断 如果它的VBA里面一样有weekday 如果它的weekday结果是等于7的话 那我就把它的底色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要那个假设礼拜六 那我就要一个很浅的 比如说颜色的话 我要其他色彩 那如果我不知道什么颜色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 之前跟各位讲过 浅绿色的话 浅绿色怎么找 浅绿色找这个好了 浅一点绿色 OK 这一个 那你把它切过来 浅绿色 大概就是这样 255 所以绿色全部 红色的话呢 跟绿色大概100 那你也不用记153 你刚才150算了 那如果你要更浅的话 你可以再往上 你会发现 好像它越上面 它的红色好像越 跟蓝色好像 就比如说你记200好了 200 这边200 200 那这样的话就浅 浅绿色 那如果你要深绿色的话 那就是往下拉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它深绿到多少 干脆也取个整数好了 就大概100 有没有 那这边00 这样就深绿色 所以我是取这种整数的 因为有时候 为了要比较好记 所以就 那RGB给它就可以 那程式怎么写呢 首先 第一个 一样 切到开发人员 VIOBASIC 这应该没问题了 这个可能要熟悉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插入一个模组 或者用原来的模组 下方呢 我们再插入一个什么 程序 这个程序的话 是一个SUB 叫格式化日期 这个应该也没问题了 前面都做过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写两个回圈 我先把中间这个先拿掉 如果礼拜六 礼拜天 这个等一下我们重写 然后 比较重要就是说 如果它没有资料 因为里面有没有 那首先外面先 for i 等于2到32 nest 这应该没问题了 顶多是多一个里面 for j 等于1到12 就1到12 蓝的意思 然后也是一样 那个什么 nest 那这边这个 这个可以拿掉 这些 干脆先把它砍掉 ok 就这样子应该可以看得懂 for 这个是列 这个是蓝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把里面的每一个 每一个带出来 检查一下 看看里面是不是 礼拜六还是礼拜天 不过在检查 礼拜六 礼拜天之前 可能要先 解决一个问题 因为里面是空的 那空的应该跳过了 所以如果你空的要跳过的话 你可能要先写一个 如果先写一个 习惯上一定是下一阶 下一阶就按tape 如果 里面是空的 如果里面是空的 就sales 刮壶 那里面 里面的话其实就先列 所以我的习惯是里面i 列 的 追缆 那这个就指的是 他这个范围所有的储存格 他全部帮你跑步一遍 他会先抓哪一个 先抓这一个 然后再下一个 下一个 一直一直往 那如果里面是空的 OK 不过呢 在你在推 这个叙述逻辑的时候 你要想说 那我应该是要 如果他等于空的 这样子 没有东西 那我没有 那理论下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他不等于空的 我才去做后续的 如果他等于空的话 那我就什么事都不做 所以如果他不等于空的 then 不等于空的意思是他里面有 有放日期的意思 OK 意思是说如果他等于空的 那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有没有 不等于空的 表示里面有日期 他才会去判断 如果里面是空的 他就直接怎样 直接就从一辅 直接跳到end 一辅 什么事都不会做 那也不会发生错误 不过这个 这个如果没有写的话 可能 也是会造成错误 因为底下我们会 在判断什么 如果他里面有 这个意思是里面有资料的话 那我们再判断 是不是礼拜六 所以一辅 如果他里那怎么判断 是不是那个星期六呢 我们用VBA 里面有没有一个叫week weekday的函数呢 我们看一下week 你会发现打一个 VBA点 里面有 就是一个函数 也是叫weekday 但是 这个是VBA里面weekday 然后我可以怎么样 把 这个日期 这个日期有没有 放到这里给他判断 如果他这个判断的结果 我等于礼拜六的话 也要等于7 OK 然后做什么 空一格 then enter两下 一样先打end if 因为如果是礼拜六 我才处理 其他我不管 那我要做什么呢 把它的 字的颜色变深绿色 然后呢 把它的底色 变成浅绿色 我刚刚有有讲过那个颜色 所以我就直接什么 那个那个储存格 那我就先把 那个储存格 刮斧先不要放 它的字的颜色 这个前面有讲过 font OK font的color 点color 所以这边颜色 那字的颜色我要深绿色 所以RGB 还记得吧 刮斧 那我刚刚为什么 0 100 0.0 大家记忆性都还蛮好 不过记得 这边要刮斧 后面要放下 OK 这样的话就是字的颜色变深绿色 那再来的话呢 底色的话 所以 这时候同学就看笔系之前有讲过 如果你以后要知道底色怎么加的话 就打个intro i n 这边有intro 的color 底色 那我就等于什么 RGB 多少 浅绿 好像200 255 RGB 然后200 这应该是浅绿 我记得 OK 然后再把刮斧放上去 这样子OK 礼拜六了 那礼拜天呢 其实说真的不用重写 你就把这一段 复制过来 到哪里呢 下面 一样的 只是把这程式 改一下 改哪里 改这里 1 然后呢 字的颜色 改成红色 红的话就是这个 255 然后这边就是改成0 对不对 那底色是黄的 黄的还记得吗 红配绿 255 255 没有蓝色 红色加绿色 没有蓝色就黄色 OK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好 程式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那个逻辑吧 OK 只是说你要自己重写的话 可能要一点时间 OK 不过回去的话 试着做做看 如果可以的话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先跑 跟他讲说 我有多少裂 有多少蓝 那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他就一个一个帮你把 里面的储存格 一个个带过来 然后先判断是不是空的 如果不是空的 这个表示我要抓日期 所以不是空的就表示有日期 然后是礼拜六 给他一个颜色 礼拜天给一个颜色 好 这样的话我就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全部跑完 看一下 这个 执行一下 执行 这时候呢就出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要把格式还原 不过还原的话 几个方法 就是把这边一个一个逐步的 去还原 不过 最快的方法 只用Range Range呢 实际上就是范围 那这边的话 Sales一个个储存格 所以如果你一个个储存格还原 第一个太慢了 第二个程式也太复杂 所以你干脆就是说 我要还原的范围在哪里 所以特别就是 写法跟他讲说 我从A2 一直到L32 这个范围 他叙述什么叙述 Range 特别说以后 如果是一个范围 你就写量比较快 Range A2 到L32 前后一定要刷以后 那把它恢复成原来的黑色字 所以呢 Fone Fone Color 点Color等于黑色的字 还记得吧 恢复我之前有讲过 你们如果忘记的话 可以回头看那个 好像前两个单元还哪里 黑色的话是应该说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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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Range比有个特殊的地方 Sales刚刚有刮糊 点下去不会反应 但是Range会有反应 Range不用去掉刮糊 这点是有点差别 然后Interocolor 所以你就打一个Interocolor 然后把它恢复 恢复的话记得怎么 怎么恢复吗 Interocolor 等于什么 没有 有XLNUN OK这样子 OK 试一下 还原 看能不能还原 如果可以的话 那这样的话 就一次就OK 有恢复了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加 这样子的话用Range还原 当然如果你不用Range还原 你用Sales还原 可以啦 Sales还原 哇那太慢了 而且会慢动作 之前有同学说 这个感觉好像是动画效果 因为它一个一个慢慢去Check 那如果Range不会 因为Range是整个全部一次 一次就马上全部改了 那写法这边注意 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吧 这个是某一个储存格 这个是某个范围 的字的颜色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格式化日期用VBA来写 这个当然相对的比刚刚一定是比较困难的 不过以后可能大部分你要达到自动化目的 还是通常会写程式的居多 所以未来其实如果你熟练这些东西的话 可能慢慢你就会以写程式为主 当然前面如果你当然不太会写程式的同学 可能还是以那个就是用内部功能为主 不过我觉得你慢慢要提升起来 否则的话可能以后那个效率要提高的幅度 可能就没那么快 未来我听到大部分同学是刚开始不太会写程式都很惧怕 可是会写程式之后他会写的很愉快 而且很多地方甚至他说他内部的函数都不用 干脆用VBA来写就好了 所以很多事情干脆就写个程式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这样当然是后面的阶段 请各位先试着把设定这个格式化 这个调节这个把它改成用VBA 另外的话还原格式用Ranch 好 OK